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宝宝也成了糖宝宝 那你该怎么办呢 降糖是关键 听医生的建议 如果需要药物降糖 必须严格执行 在饮食方面 也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做 少吃行吗 不行 因为宝宝和妈妈都需要充足的营养 那多吃呢 更不行了 血糖超标绝不可以 那得怎么吃 简单来说 饮食总量不超标 花样要排出 你得一顿多吃几样食物 牛肉啊 牛奶啊 鸡蛋啊 鱼啊 虾啊 青菜啊 水果啊 猪粮啊等等 但是每样都不可以多吃 都得是猫食一样的分量哦 一天吃五六顿 每顿吃半饱 基本就是这个状态了 感觉很不爽 可这是唯一对妈妈和宝宝 都好的饮食方式 溜达 散步 最好多动动 幅度可以小点 但持续的时间可以长点 总之要保持在 大懒猫和过度运动之间 让血糖降下来才是关键 熬过了妊娠期 一切就会好起来了 从对妊娠糖尿病的完全不理解 到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认识 是不是觉得很懵逼呢 紧张会有 不在意也会有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 来看待这个疾病呢 神毒君以为 这只是生命中一个美丽的误会 认真对待 严格控制饮食 认身期糖尿病 就压根儿不是事 什么都是浮云 如果你非要做一个装睡的人 那神毒君也叫不醒你 揍你一句话 不多就不会死 好吧 当然神毒君还是希望 妈妈和宝宝 能够打赢高血糖 这个怪水熟了 加油 我看好你们哦 делать τα 如果这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んな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